大家好,我是福建園樂隊的成員,袁靜隆醫生 我和我的同事準備下班了 今天想帶大家看一下我們如何做到下班後的一個防護 我的同事要下班了,所以首先他要進行六步洗手法 第一步,內掌心相對戳爐 15秒 第二步,外,手指交叉,掌心對手臂戳爐 第三步,手指交叉,掌心相對戳戳 第四步,弓,彎曲手指關節在掌心戳爐 第五步,大,拇指在掌心戳爐 第六步,立,手指尖在掌心戳爐 現在他要脫下口罩 手消毒 戴上新的口罩 根據防控要求,我們盡量不坐電梯,選擇走樓梯下班 到達住地以後,我們首先不能進入酒店 首先要進入更衣的一個帳篷 更衣帳篷是我們更換所有外套的一個地方 我們必須把外套放在更衣帳篷裡面 然後再換好個人的衣服,然後再上去 有專門的一個專用拖鞋,還有浴袍 更衣完以後要進行手消,才能離開帳篷 現在我已經換好洗手服,準備回酒店了 進去酒店之前,還必須雙腳經過一個寒粒消毒液的一個腳踏巾 才能進入酒店 電梯是有完整的一個要求,必須控制在五人之內 不能交談,而且必須隨時的一個手消 房間採取三分七把,進門後 先在消毒液上的毛巾清洗小品 然後更換鞋子,這個屬於污染區 往前走屬於大污染區,包括清洗身間 在衛生間後更換所有的衣服,以及進行全身的一個清洗 回酒店後的所有的衣服,應該馬上脫下立即清洗 消毒我的眼鏡,然後做徹底的一個清潔 用熱水漱口30秒後,清潔口腔 在前線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清洗耳朵和鼻腔 那這裡面我有兩個字字的一個方法 第一個,清洗耳朵的話,那我們就用棉簽加火力點的話 可以沾棉簽,沾濕,清洗兩側的一個耳朵 那鼻腔怎麼辦,沒有噴鼻劑的話 那我想的一個方法就是用10毫升注射的一個針筒 把針頭去掉,用針筒,然後噴兩個的一個鼻腔 各噴一下,那就可以清洗鼻腔 那至於眼睛的清洗,那我們就用眼藥水來滴雙眼,清洗眼睛 很多人都會擔心醫護人員把病毒帶回家 或者帶回小區 相信這個視頻可以消除很多人的一個疑慮 讓我們一起做到 隔離病毒,不隔離愛 更多精彩,進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隔離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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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愛